好那么艺人容少华呢就在今天晚间6点56分左右传出呢在高雄林亚区的85大楼呢他昏倒了送医那么救护人员在抵达的时候呢容少华是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紧急的是被送往了就近距离85大楼比较近的软综合医院来进行急救 那么小早呢是根据呢院方的内部人士呢来证实送医的救世龙少华没有错 不过呢到底呢龙少华为什么会在八五大楼到底是拍戏呢出外景还是说呢跟家里人的一个私人行程目前呢是不得而知 不过小早呢跟消防单位来确认呢确实是在6点56分的时候呢是有一名男子呢在八五大楼的这个地方呢 因为昏倒所以紧急来送医那么现在呢容少华对送到了软综合医院还在进行急救当中 由于呢他是已经呈现一个昏倒的一个情形那么现在呢院方是全力的来抢救 不过呢到底他身边的是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说呢是他的家人目前也都要查证 那么以上是目前我们来自高雄的一个最新情况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